美国的离任总统至少在对外的场合 大家向来都是和和气气的 大家都没有提及飓风或者伊拉克 讲话都集中在个人性格而非政策 这座建造费2亿5000万美元的 小布什图书馆和博物馆 展品包括他在世贸大楼遗址 使用的蓝色扬声器 还有互动器材 让访客重看小布什备受争议的决定 离任时他是近代最不受欢迎的美国总统之一 但是民调显示美国民意正在解冻 他现在的支持度已经与他的继任人欧巴马不相伯仲 明确就更立即是大部首次佛 大部首次门的新闻 新闻周拜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